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玩一下单挑模式 我运的是白丽索月 然后对面是露娜 露娜是没有到4级之前是很好欺负的 因为她就那几个技能 1技能 2技能飙过来打一下 又不疼 是吧 不痛不痒的 但是我们打她的话就比较疼 我们有远距离攻击 她是近战 近战英雄 所以说前期对我们来说是有优势的 当然到4级以后我们就要为所一点 尽量给她保持一定安全距离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她本来是想大刀刷我 但是她的大刀空了 空大之后就跑不掉 要想玩露娜是吧 这肯定一定要要掌握她的连招技巧 掌握不了一旦空大 很容易就成为我的那个目标 成为靶子 最后就又被我虐掉一次 但如果遇到露娜是替脸打的话 那基本就只能被她被她玩虐了 跑不掉 她还带了个斩杀 有些露娜就秀的比较厉害 她就是不顾一切的 直接在那个塔里面 塔的攻击范围内直接给你虐了 这边就没有到血了 最后反追追杀了是吧 她边跑我边射 她也跑不掉 好那我们本期差不多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大家觉得这露娜单挑的话会不会很强 我感觉单挑的话露娜不是很强 遇到特别是遇到一些维守的射手的话 基本的秀不起来 还没秀到跟前就已经去了一大半血 最后她就被我的小兵推了 我们就下次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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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我爱你 我爱你